兄弟们,看看那是什么,哈哈,刚到峡谷就发现了一个大宝贝,这个是零食,我看上面显示这是四级零食,那等级应该不低了,零食共分九层,九级,咱们直接第一次遇到的都是一个四级零食,这是未品鉴的,扔在地上就可以品鉴了,再捡起来,你看,四级零食可以分解成,就是一个可以分解成四个三级,所以我们现在也不要直接吃它啊, 我看能不能到时候搞一个这个生灵台,哎,搞一个生灵台,而且这里可能不止这一个四级零食,可能还有别的,我们先多挖点矿,这就是仙灵之尘,先多做点火把,只剩29根,现在只剩135根,135根就应该够用了,铁可以稍微多来一些,别的不要紧,但是铁一定要多来,还有就是钻石,这么大的峡谷里,能没有钻石吗,我都不信,看一下周围,发现点铁矿,带走, 稍微做装备可以啊,如果底下挖不到钻石,我们只能去上面找,上面有战斗高塔,一般战斗高塔的顶层都是有钻石的,不行,咱就去战斗高塔里边搞一点,对吧,这边打一下,看这边还有没有好东西啊,可能是没有,兄弟们,我要放弃,哦,放弃什么呀,这是矿神的恩赐啊,这没准是二楼给咱们留的钻石,几颗呀,两颗,哎,非得让我头疼是吧,少一颗, 那我一会去那个,那个啥呢,高塔里边,用二楼的十年单身换高塔,惊现一颗钻石,发现一些碎石,这个得挖,因为我们得去地狱才能拿到银石粉,而且地狱里边也有些奇奇怪怪的东西,我听说在地狱里边,还有特别高等级的那种,修仙里边的怪物, 不过以我们现在的实力,知道就好,肯定是打不过的,想都不用想了,现在先下来,我们上去找一个高塔去试试啊,这些东西先扔了,碎石我们也拿到了,呀,上不去怎么办,没事,我们现在因为没有修为嘛,大不了就是重置灵根,kill一下自己,毕竟我们在这上面没有什么坐标,我来看一下周围有没有高塔啊, 这里有一个高塔,我们在这旁边做一个坐标吧,就是地面了这属于是,地面,然后把这个死亡点的这些没有用的坐标先移除,现在我们就过去,只有两颗钻石,希望那个战斗高塔的顶层,会给我们一颗好的钻石,这里有小筋儿,我们现在难度好像是开的还是关的呀,现在是和平,我们开一个难度,先试试啊,打不过再说,打不过再说打不过,不从底层上去,因为底层上去, 底下的东西不好啊,而且这些怪物他们都是有修为的,以我们现在这种凡人之躯,不太可能打得过,所以我们从侧面进攻,从这边偷偷摸摸地爬上塔,如果我能把翅膀做出来的话,我就可以飞上来了,兄弟们,所以我们一会儿,以后得抓紧时间做,做我们的,那啥呀,我的妈呀,大家看见没有,一身铁套的僵尸,这还得了,我来咯,真的有,真的有,兄弟们, 躲开,躲开,别打我,别打我,落地水,怎么落地血呀,这个肯定不是我想要的操作啊,大家不要误会,我想要的是落地水,这边捡了一些东西,由于背包太小,所以没把所有东西都捡了,这说明什么,说明我们背包太小了,东西都满了,这还不赶紧造个家啊,是吧,战斗高塔顶层是有保费的,咱们可以通过这种方法得到很多很多的钻石,然后我们在这儿先把家盖一下吧, 这是村庄旁边,也是草原,挺适合安家的,哎什么啊,你什么啊,你这是,这不就是刚才那移动速度特别快的,那僵尸,别过来,别过来,这僵尸子还没完没了,你追我又隐是不是,把装备推了,应该是挂了,什么都没掉,这个垃圾僵尸,偷袭啊,搞偷袭,我在这儿盖房子,他在这儿打我,现在我们得赶紧把房子盖出来,都给他换掉, 木板,然后做两个大箱子,咱们得盖一个豪宅啊,因为我们东西太多了,不是豪宅根本都放不下,一二三四,盖个门,然后一二三四五,好,放在这个位置,咱家现在就有了,把这些暂时用不到的东西,或者说无关紧要的,先放在家里,像红石这些都没啥用啊,铁矿,铁矿先烧着吧,铁矿跟黄金都先烧着,做两个熔炉, 来做五个吧,干嘛这么抠戏呢,是吧,直接咱们就是敲掉墙壁,放上壁炉,这波操作叫什么,敲壁炉,非常的带劲,现在黄金跟铁也烧进去了,什么声音,我怎么感觉周围又有怪物,吓唬我了,现在我们就可以抓紧时间去地狱了, 不过先得去挖点黑钥石,刚才那个坐标不该删的,我又得去找黑钥石去了,没事,找黑钥石的时间,我们直接加速,在这做个坐标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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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,被人家干死两回,叶峰的家,这好宅啊。